儿童BNT台中市今天校园开放施打 明代就关心了中央配发的疫苗足够吗 对此市府表示有12万名学童登记施打 不过端午节前只配发了10.5万剂 会持续来争取 此外明代也争取5到6岁的幼儿 可以纳入校园施打 规划儿童版的快打阵 台中市儿童BNT今天在校园开打 打气明显比莫德纳高 但中央第一波仅配发9.3万剂 多位明代关心疫苗足够吗 目前中央配发给台中市儿童BNT9.3万剂 市府争取后再追加1.2万剂 只有10.5万剂 但登记施打的学童有12万人 至少短缺1.5万剂 市府强调会继续争取追加 保证有在学校登记的都能打得到 明代也关心5到6岁幼儿园的孩子 市府也能有专属的施打管道 建议市府规划儿童版快打站 能够有一个机会变成儿童的快打站 那不管是儿童快打站 你不一定要在外面 你是有机会让校园 在停课不停学的这个状态 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校园里面去施打 包括6岁5岁 公立的幼儿园 5岁6岁的 就是他们是国小附设的幼儿园 5岁以上都可以到学校里施打 昨天已经跟教育局已经讲好 卫生局说已经跟教育局沟通 公立幼儿园的孩子符合资格 可以纳入校园施打 而针对医疗院所预约施打儿童BNT 家长们抢破头 市府宣布第二破医疗院所预约时程 5月30到6月2号 以学龄前满5足岁幼儿为主 第三波预计在6月7号开放 给之前没有预约施打 可以重新预约 那台中市 台中市我们在6月这个上旬之 对不起中旬之前呢 按照我们的期程6月15号前 通通可以施打完毕 那我们这个进度应该是 六都里面的第二名了 市长卢秀燕说会持续向中央 争取儿童疫苗 给孩子足够的防疫力 远离染疫风险